历史上最倒霉的状元刘春林,刚中状元大清就没了,那他在民国的待遇如何? 这里是瑞历史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中国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之后,据说已经产生数百名的状元狼,如果要论这其中哪个状元狼最倒霉,那么刘春林称第二的话,肯定没人敢称第一了。 刘春林和其他状元狼一样,十年寒窗苦读,好不容易金榜提名高中状元,结果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,清朝便匆匆地灭亡了,那么刘春林在接下来的民国时代,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呢? 光绪十六年,刘春林成功考上了秀才,接着又在光绪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,接连考取拔贡和举人,刘春林不仅书读得好,书法更是堪称一绝,尤其是他的郑凯小字,在当时十分出名,许多人花重金求他的莫保,在终举之前,刘春林给一位王爷超过佛经,而这份佛经刚好被王爷呈现给了慈禧过目,慈禧一看,龙颜大悦,嘖嘖称赞。 就在一九零四年,也就是光绪三十年,年仅三十二岁的刘春林成功获得电视资格,那年春天,刘春林与二百七十三名考生走进了紫禁城。 他们一起参与状元的角逐,彼时的他并不知道,就在他们参考之后的次年,清平宣布停止科举,推广学校。 从那一刻开始,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盛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寿终正寝,在电视结束之后,按照惯例, 主考官把入选的试卷呈给慈禧,这些试卷的排序可是有讲究的,一般按照主考官批改之后定出的名词排列。 在众多主考官的心目中,状元的人选择是一位叫朱如真的考生,所以呈给慈禧的第一份答卷便是朱如真的答卷,慈禧看到朱如真的试卷。 文词畅顺,自己清秀,心里很是喜欢,可是一看洛款,突然就变得很不高兴。 慈禧为何看到洛款之后就突然不高兴了呢? 原来因为早年不待见真妃的原因,让慈禧十分讨厌真这个字,另一方面则因为朱如真是广东人, 这让慈禧联想到康有为,孙中山这些逆党,因为他们统统也都是广东人,在慈禧的偏见和有色眼镜里面,广东那边出来的大概率都不是什么忠臣,因此慈禧越想越生气,于是想给朱如真当场来个不及格,最终还是各个大臣极力阻止。 害怕引发不好的社会舆论,慈禧这才作罢。 而当慈禧翻到第二份试卷的时候,他不禁舒展了眉头,因为他第一眼便被卷纸上卷永的书法所深深的吸引,底话惊到了喉端,文采更是斐然,让人一看,如沐春风。 他在一看落款的名字刘春林,接着心里更是十分的欢喜,原来因为那一年大清刚好大汉,正期盼着天降一场春雨。 而刘春林这个名字刚好有甘林普将之意,再加上刘春林的老家在河北宿宁县,宿宁二字, 又正好有肃静安宁之意,这在乱世之中更是急躁。 于是慈禧马上大手一挥,将本是第二名的刘春林给升级成了状元郎。 而到了大梅的朱鲁珍,被降级成了第二名的榜眼,而第三名的炭花则由广州住房正白骑上眼刘获得。 不得不说,刘春林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,刘春林本以为是上天垂帘,接下来一心想要在官场大展身手,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, 可是这一届状元高中之后,他没有第一时间被分配进入官场做官。 因为就在当时,清廷认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已然不适合清朝的发展。 于是,在刘春林高中之后,清廷将他们送往日本学习先进的知识理论,直到1907年才返回国内。 没想到的是,等刘春林等人学成归来,清朝却已然走向腐朽与衰败。 刘春林虽然中了状元,可是在回国之后却没有受到任何的重用,最终只得了一个如同百世的贤职。 他本想着熬过最初的几年,便有机会被调去一个掌管有实权的部门,哪怕是偏远地方的父母官,也能施展自己的报复,但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,则打了刘春林一个措手不及。 就在1911年,武昌地区的一声炮响,让清宣统皇帝溥仪宣布了退位,大清王朝就此匆匆灭亡,刘春林自小熟读四书五经,在他的潜意识里,一直信奉天帝君钦师,可是如今连皇帝都没了。 就在一时之间,刘春林只感到心中的信念彻底崩溃,他不知道自己今后该何去何从,那一年,他才区区39岁的年纪,原本该在官场有藩作为的他,在进入民国时代之后, 便躲进了窝居,终日读书吟诗,不问世事。 直到1914年,他才终于被邀请出山,因为邀请他出山的不是旁人,而是刚刚复辟帝制之后的袁世凯。 在刘春林的印象里面,他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时候,袁世凯就曾奏请皇帝对他进行了举荐,因此,刘春林还是十分感念袁世凯的。 而这一次,袁世凯邀请他出来站台,他自然不好意思拒绝,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。 只不过刘春林这次出世,仍旧是没有太大的实权,与其说袁世凯重视刘春的才华,倒不如说更看重的是刘春林这个末代状元的名号。 不过,刘春林在当时能够享受到的待遇还算不错。 可是好景不长,袁世凯只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,便被迫退位。 最终病死,就在一世之间,各地军阀陷入了混战,而手无缚鸡之力的刘春林,亲眼目睹了当时内部争斗的场景之后,深感自己的无力,最终选择辞去职务,闭门不出,只在家专心研究字画。 1935年,清飞帝溥仪逃到了东北复辟帝制,因此急需招揽各地人才,他想起了状元朗刘春林,于是邀请刘春林前去为他效力,并且许以了教育部部长的官职。 可是当刘春林在得知他们的来意之后,却断然拒绝了对方,因为刘春林心里很清楚,溥仪和当时的袁世凯一样。 只是让他去撑的门面,更重要的是,在刘春林的心里,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官员,怎么能跑到日本人手下去做事卖命呢? 这是原则问题,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。 但是溥仪并不甘心,他再次让为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虚第二次登门拜访,恳请他同意就职。 而且这一次,郑孝虚可谓是有备而来,为了投其所好,郑孝虚先四处打听,了解刘春林的习惯和爱好。 其中一人透露说,刘壮远吃米品茶,于是郑孝虚特意跑到京城最出名的老字号茶庄,买了好几斤的极品茶叶。 然后才再次找到刘春林进行劝说。 而这一次,刘春林直接忍不住,当场怒斥起了他,今非昔日之君,臣非昔日之臣,岂能随辱,回我之欲。 刘春林刚刚说完,不带郑孝虚说话,便把茶叶摔到郑孝虚的手中,郑孝虚当场面红耳赤,尴尬异常。 最终只能幸幸地离开。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刘春林一直待在北平,但却没有选择加入任何一股政治势力。 就在1937年,日本人攻占了北平,此时又有一个人找上门来,这个人和刘春林是同一年考中的见识。 名叫王一堂,不同的是,日本人来了之后,王一堂马上攀附起了日本人,成为了令人不齿的汉奸。 这一次,王一堂想借着同窗之好,招揽刘春林为日本人卖命做事,按照日本人的指示,可以许给刘春林北平市市长一职,这个职位可真不低。 于是,王一堂志在必得,他兴冲冲地来给刘春林通报这个喜讯,但是刘春林却对对王一堂催了一口痰,王一堂本就是小人,在受此奇耻大辱之后,他自然是不甘心忍气吞声的,于是他勾结日本人,暗中调动势力,抄了刘春林的架。 所有的家财都没了,多年的心血就这样被小人给抢走了,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郎,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。 即便如此,刘春林还是宁死不屈,他大声怒斥道,名作华盖,不当汉奸,状元被抄家后沦落为乞丐,这可是当时的特大新闻,民众在听闻之后议论纷纷,不少报纸也刊登此事,谴责王一堂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, 王一堂只好把房子还给了刘春林,并且返还了部分抄走的财物。 晚年的刘春林虽然生活潦倒,经济拮据,但他却始终坚守本心。 为了生存,刘春林坚持以写字卖文赚取生活费用。 刘春林不给日本人面子,因此日本人一直对他十分不满,打算杀害刘春林。 幸运的是,这一次刘春林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救助,最终侥幸逃脱,但是经此变故, 刘春林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。 就在1944年1月18日,刘春林病逝于北京,终年72岁,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的状元郎, 就这样刚正不阿地走完了充满坎坷的一生。 刘春林是中国科举制的最后一个状元,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更多的殊荣。 科举就被废除了,大惊也灭亡了,他既是幸运的,也是不幸的, 他生不逢时,但是却从来没有自怨自艾,反而是积极投身于民族教育事业重了。 对于日本军的威逼利诱,他也不为所动,这就是一个读书人的气节, 晚年的刘春林热心公益,在教育、赈灾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,被称为意识状元。 虽然刘春林这个状元是因为名字而得来的,但是他的一举配得上状元这个美名。 刘春林虽然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状元,他在封建社会的教育体系中成长,可并不是迂腐保守之人。 相反他却心怀天下,敢于坚持原则,真正的人才无论何时都会像金子一样发光, 状元如果只能在原来的时代发挥作用,那么也无太大价值。